Hello 大家好 我是聪 500万可以移居日本这句话 相信大家如果对于移居日本有兴趣的话 都可能会听过 但其实只要你稍微做过少少的资料搜索 就会知道其实这句话只不过是一句slogan 但其实这句话是在哪里衍生出来的 到底拿着500万是否真的可以移居日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在网上是比较少人去分享关于经营管理签证的资讯 就算可能你进入一些港人的群组 其实大部分都是报喜不报忧 又或者纯粹是炫耀自己在日本的生活 但永远都不会跟人分享一些实际有用的资讯 或者根本就是没有想帮其他想移居日本的香港人 有些就再反过 明明自己是在日本住着 但就不断强调日本有什么不好 或者叫别人不要管日本 这两种不同的人其实都很常见 正因为这样 其实很多人都对于经营管理签证这件事是好奇的 但是又不清楚实际的玩法是怎样 所以唯有信一些移民公司 移民的仲介去加入他们的移居计划 结果可能有些人就浪费了一笔冤枉的钱 可能他一开始的而且确是信你来到日本这边 但是之后那几年逐不逐到签呢 其实就真的没人知道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关于经营管理签证 我自己认为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的资讯 再加上一点自己的个人意见经验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 可以再对于经营管理签证这件事更加了解更加熟悉 如果大家对于日本生活 旅游 又或者是移居日本相关资讯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记得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所有最新的资讯 或者日常的生活点滴 都会在Instagram里跟大家分享 首先投资500万移居日本这个话 其实那500万是说我们在日本成立公司的时候 那个资本金 资本金其实就是公司成立之后 可以用来给一些公司支出的 租写字楼 你出粮给自己 出粮给员工 交一些税行 租金 经费等等的开支 主要就是在这个用途 相信大家如果对于这个签证是有兴趣的话 可能都会听过是要请两名的员工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要请两名的正社员呢 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资本金少过500万日圣 就需要请两名正社员 而另一方面资本金也不是说设计得越高就越好 假如你的资本金是设计到1000万日圣或者以上 那你其实从第一年开始就已经要交一个法人的消费税 所以我们申请经管理签证 违来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会将这个资本金 是定在500万日圣以上1000万日圣以下这个线 那好处就是不需要请两个员工 也都可以免除头两年的法人消费税 那这个法人消费税呢其实粗略地说 就是大概你公司营业额的10%左右 但是如果你第一年已经很厉害了 可能你的营业额已经可以超过1000万日圣或者以上 那其实你就已经没有这个豁免了 就是第一年就已经开始要交这个法人消费税 那所以这一点就大家需要留意 那在这里可能有些观众就会好奇 为什么我看到别人做餐厅 但是就是自己亲手亲脚做就没有请人的 其实是不可以的 理论上做餐厅其实是一定要去请全职员工 因为既然管理签证从头到尾都是讲到明 不可以自己下手做了 拿着这个签证的人只可以做一些关于管理的业务 那所以你说做厨做楼面的其实全部都不行的 但是因为很多人来到做餐厅 那个收入未必是真的可以足够聘请一个员工 那所以就会想省这笔钱 就不请员工就自己下手下脚做 头一两年逐签是有很多就站位的 头一两年不请员工都有机会中逐到签 但是你说去到第三年或者之后 其实就会很影响这个逐签的批核情况 那其实500万日圆 那换回港元其实大概就是25-6万港元左右 但是你说拿着500万日圆其实够不够呢 那我就不会说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就真的是极之困难 首先你要确保到你的生意是一来到就已经可以赚钱了 那可能你本身是在香港或者其他国家是有做生意的 那你现在纯粹是把这一盘生意搬到日本那里 然后再继续去温或者发展 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回报 还可以避免你所有的支出 包括是租办公司 生活费 出粮给员工 出粮给自己等等 之后你公司仍然是可以赚到钱 是黑字的话 那其实就当然OK 那但是说就容易 实际有多少人是真的做到先 假设你是一个经营的身手 那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 都没做过任何的生意 也都没计划自己来到日本 到底可以做到些什么 有些什么是想做的 纯粹就这样拿着500万日圆来到这里 其实真的眨眼就会用了钱 那所以我觉得要以经营管理签证 去移居日本的话 不要算资本金 初期的费用 或者投资的费用等等 那我自己就觉得 最少要准备100至200万港元的储蓄 先叫做安全一点 那当然就越多越好 那因为你有一笔储蓄 你才可以保证到你公司 投一两年就算是赤字 就算是真的赚不到钱 都仍然可以维持到你公司的运作 出粮给自己 交税项 逐签 生活洗肺 租屋 租写字楼等等 那所以简单点再说 其实这500万日圆 你可以当做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 其中一个要求 那反过来 其实如果你是本身 预料会请人的 就是譬如可能你开一间店 是需要有员工帮手 譬如是餐厅 你不能下手下脚做的 那些就没得说 就一定要请人 基本上不需要理会500万日圆这个条件 但是因为很多人 包括我的业务上 的然确是暂时不需要请人 没理由会花一笔钱 去请一个正社员 因为请人每个月的支出 有数得算 其实都挺多的 的确这些钱真的可面侧面 所以其实大家通常 头一两年都不会怎么去请人 就算请 可能都可以请兼职 就是一个时间的时间 近几年其实的确是多了人想移居日本 也有部分人在香港持有一些物业 或者手头上有一笔流动的资金 但是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到底自己来日本可以做些什么 或者想做些什么 可能完全是没有想法的 如果本身自己在香港 或者其他国家是有做开生意的话 那也好一点 但是如果由零经验 突然间去到一个异地 外国去创业 是真的有机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 挑战或者问题 总结而言 正正因为网上的资讯就不太多 再加上可能申请者 自己就不太懂日文 所以就会有不少人去找移民公司 移民众教去帮忙申请这个签证 移民公司其实最常见 就是一些加盟的计划 譬如很久以前的珍珠亚茶堡 现在还有些烧肉店 汉堡店 自作洗衣机等等不同的计划 其次就是顶手 顶手通常都是餐厅比较多 譬如拉面店那些 之后有一种就是叫人去投资买楼 又说什么包签证等等 还有一种就是最多人购买的网店土餐 因为其实做网店的入场成本 和时间成本是比较低 而且容易去搞 可能你开个IG或设计一个网站 就已经可以叫做网店了 所以其实这几年 真的很多人是用网店这个理由 去申请经营管理签证 但正因为越来越多人这样去申请 有机会将来可能就会越来越严 其实这个方法真的不知道可以玩到什么时候 其实找移民公司或者移民众介 除了食水心之外 最大问题就是他们之后没有人去追求 基本上你拿到签证来到日本 当他们收了所有的钱 如何去营运 如何去操作 如何逐签 都只是可以靠你自己 能不能逐签 或者你来到之后的事情 就已经不是他们的责任了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决定 参加一些宜居计划的话 真的要看清楚他们所有的合约条款 一定要做多些资料收集 或者想一下如何不透过他们 但自己一样可以做到同一件事 其实要拿到这个经验管理签证 的确是很容易的 曾经有观众问过我 他很担心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失败 会不会留下一些不好的记录 但其实真的不会有这件事出现 首先其实到现在为止 真的没有什么听过 有人申请这个签证是失败的 通常出现一些拒签的情况 都纯粹会叫你去补交一些文件 回答一些他们的问题 又或者按他们的问题 去修改你的计划书的内容 就解决到就会批过签证 这件事其实是行政书士的工作 所以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担心 另外在网上看到有不少的港人家庭 比我们早要拿到经验管理签证 在这里生活 但最后就决定离开日本 可能去英国或者其他国家去继续发展 当然大家有不同的原因 有不同的考量 但我自己就建议大家 申请了签证的话 就真的不要心急 不要因为见到别人在日本 生活得很顺利很开心 就想快点来日本 就冲动去申请这个签证 因为始终就一定有人成功 有人失败的 成功或者顺利的人 其实很大机会 都是背后有一笔充裕的资金去支持住 但如果资金不是充裕的话 那就真的要谨慎一些 要确保自己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业计划 先好踏出这一步去申请签证 其实我自己觉得 经营管理签证从来都不是适合全部人 创业本来的风险就是很大 从来都不会有生意包赚 另外再想想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适合做生意的话 这个世界其实就不会有打工仔 个个都会赚着创业做老板 我一直以来分享一些关于经营管理签证的资讯 其实希望大家可以多一条出路去选择 但要记住这一条就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如果是没什么计划或者没什么资金 但是又真的很想移居日本的话 不妨就考虑一下先来到日本读日文 之后就可能去升学 读一些专门学校或者去读大学 接着就去找工作 然后就透过这个工作签证 去换取永住权 又或者是入籍规划 这条路绝对比经营管理签证简单很多很多 经营管理签证是一个用钱换签证的方法 要拿到签证真的不难 但是你要维持到这个签证几年甚至去到十年 其实可以说是最难的一个签证 每一年的支出 公司个人的税金 年金 保险 所有的经费 自己的生活费 其实全部都是钱 还要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而且怎样可以拿到一个三年或者五年的长期签证 才是我们作为基研管理签证持有者真正的课题 如果大家真的决定要走一条路 申请基研管理签证的话 就真的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申请者就一定要有充足的资金 要有决心 要坚持 想清楚基研管理签证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下一集就想跟大家分享 到底维持这个基研管理签证一年 是要花多少钱的 如果大家对于基研管理签证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留意我下一条片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